哈囉大家好我是丁丁 我今天玩的這款遊戲來做戰界 澤諾尼亞 我的伺服器在泰米爾2服 我的職業是弓箭手 其實這個職業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你只要轉職武器就可以直接變換了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一下 為什麼要玩弓箭手 我喜歡玩遠攻角色 再來弓箭手在前期打怪跟搶怪上面 也比較有優勢 你想要衝等嘛,我比別人晚來了一天這個伺服器 所以我需要用弓箭手來在前期追等級 他的技能在任務跟商店都可以學到 然後再來打王的時候這個遊戲是可以拉打的 所以我推薦所有的新手玩家 都可以選擇弓箭手的職業起手 至於弓箭手的裝備 你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弓箭手的頭盔我會建議用追擊者帽子 因為他的裝備是可以自己製作的 同時具有高防禦跟遠距離暴擊 加5之後還可以增加HP回復 對掛機來說超級有幫助 盔甲的部分我推薦修行者練甲 因為這個裝備有HP回復 對掛機來說可以增加我的續戰力 手套部分我強烈推薦這個 皇家監視兵手套 因為他同時具有防禦跟遠距離命中 而且他的成本低廉 你可以輕鬆點到加5或加6增加大量的命中率 鞋子的部分我推薦的是修行者鞋子 因為他有HP回復 同樣是可以幫助我的掛機續戰力 讓我的喝水壓力減輕 腰帶部分我一樣推薦修行者腰帶 因為他有HP回復可以幫助我的掛機續戰力 總之如果你想玩光雄的話 歡迎來我的直播頻道 跟我一起了解跟研究這個職業怎麼玩 我的 understanding 我們是否中 Depois